近日,有网友采访到郭晶晶在北京的四合院邻居 据邻居介绍,郭晶晶这套位于北京的四合院面积非常大 是一套有着悠久历史的两间院子 可能是考虑到郭晶晶是跳水皇后的关系 货家还专门为其修建了室内游泳池 位于里院的西房,可见对其非常看重 这位邻居还透露,这套四合院原本是公户 为了买下这套房子,货启刚的爷爷还专门给原来的住户都在北京买了房 所以才顺利的把这套四合院转为了私产购入 即使家大业大,但是货家人都非常的有礼貌 这位邻居提到自己曾经见过货启刚的爷爷霍英东 称赞老爷子非常的讲究 乘坐豪车前往四合院,专门叮嘱司机把车开走 不要停在胡同里影响邻居的出行 据悉,这套位于北京的四合院 是当年货家迎娶郭晶晶时给出的聘礼之一 当时货启刚与郭晶晶的婚礼先是在河北老家举行 港媒曾经爆料,霍家大手笔的为郭晶晶送上了总价值4000万的彩礼 其中就包括这套四合院 近年来房价飙升,这套四合院的价值早已过亿 虽然嫁入豪门,但是郭晶晶平常的生活非常节俭 对孩子的教育也一直朴素节约 此前他和霍启刚还专门带着儿子到乡下种田 一家三口穿着接地气的普通衣服 亲自下田插秧干门活,对孩子一点也不交惯 祝福霍启刚和郭晶晶的婚姻幸福美满 希望他们的孩子也能够成长为优秀的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删除